方包抖着手接过册子 不知怎的 他的心扑扑直跳 目光也有点迟钝 定住神看时 果见册子三百又八页上 几行字写着 今日征问方包 诸子结家 出类拔萃者 四为四阿克与十四阿克 然天下唯有一主 谁可当者 方包打斗 唯有一法 唯皇上决疑 问何法 答曰 官圣孙 家子家孙 可保大清三代昌盛 朕府长称善 大哉思言 六十年 正月古淡季 字迹一笔一滑 剧都十分认真 却略显歪血 显然是重病中的康熙 勉力记载的 方包看着 这熟悉的字迹 想起当年康熙 对自己推实解一 红窗简竹论文 共事密意 朝政 种种恩义情分 心里呼的涌上一种 四血四气 又酸又热的苦涩 他的猴头 梗了一下 两行老泪 躲框而出 雍正 挪身下抗 脚步 妥妥的躲着 似乎不胜感慨 舒然间 回神说道 唯君男啊 你虽没有明说 先帝爷已经明白 朕有先帝爷 一个好圣孙 说直了 就是如今的四爷 宝亲王 弘历 方简长 你已经把朕 推到火炉上烤 又想把朕的儿子 也推上火炉 以四而言 朕满心想做个逍遥王爷 不愿做这天下第一苦事 朕心 甚是不满于你 义公而言 你为大清奠定三代宏姬 宫在设计 朕有感激于你 于私于公 朕都要你负责始终 你要好生私存 方包一边听一边想 雍正的话 有真有假 其实公私两边 雍正都是梦寐求之 是想当皇帝的 但他如今要撇清 也是提中应有之意 思量再三 方包起身速力 皇上如此推承相见 臣虽奴顿之才 赶不尽心竭力 以笑棉魔 但臣 以年尽耳顺 黄花昨日已去 夕阳昏月将至 恐怕 误了皇上滋滋求之之心呢 记得圣上翻底 颇多人才 何不剪拔地策 帮着上书房 办些差事 这说的是乌思道 雍正心里血量 但他以为 乌思道在协助自己 夺敌登位之时 已是累得心力交催的人了 再者 乌思道名声不显 又是翻腐救人 骤然大用 必定引起 臣下腐肥 也觉得 此人掌握自己 机密实在太多 不杀他 已经是宽点厚恩了 用上来 反而更加情肘 但这些理由 没有一条 能拿到桌面上来的 雍正直吼 亡顾左右而言他 翻底的人用得太多 不好 已经不少了 年更姚氏大将军 李位也做到了不正史 戴朵也当了福建案查史 天下为公 朕一位选身边的人 出将入相 后世人怎么看朕呢 有些人 比如乌思道 身子骨不行 用得小了驱才 用得大了 有碍物意 朕有朕的难处 方先生 要体谅朕心 您见太家们 抬着御膳桌进来 便笑道 我们 边用膳 边谈吧 这桌御膳 因凤特纸制作 比起雍正 素肠用餐 丰富得多 方包做了雍正 侧旁看时 又宽又长的天漆花扇桌中间 摆着红白鸭子炖杂烩火锅 咕嘟嘟 沸着腾起热气 鲜香扑鼻 四周 传着四砂锅热菜 炒鸡炒肉炖酸菜 燕窝鸡高酒炖鸭 烧袍肉和鹿筋锅烧鸭子 绕桌边摆放着火腿咸肉 仰耳吸点 野鸡爪 并拨拨点心 以及一应细巧弓点 品类固然比不上大雁 却也琳琅满目 色味诱人 雍正用筷子 点着菜笑道 方先生 请用 不要拘束吗 说起来 咱们君臣也难得一处进山 请随便用 方包忙起身答应了 拿捏着 做了小心用餐 他尽自 从前在康熙身边恩宠无比 但历来次宴 都是单独一席 从没有和皇上挨身坐着的 何况是今日心晕 昔日那位 说变脸就变脸的冷面王 雍正素来结识 且闲那菜油荤 因见方包用不畅快 略吃了几口清淡的 便起身要数口茶 方包忙要起身谢恩时 雍正一笑 别哄着 先帝爷说过 方包体不宽 而心宽 是放开肚皮吃饭 立定脚跟做人的人 这些善 不合朕的胃口 你能吃就多吃些 没得糟蹋了 得是爆甜甜物 朕到暖阁里看折子 你吃饱了 过来说话 说罢夺了去 他一去 方包如释重负 匆匆爬了个多半宝 便过来谢恩 雍正一手端着奶子杯 一手卧管击书 头也不抬恩了一声 略一顿 接着又写了几行 揉着发酸的右手笑道 坐 坐嘛 方包含笑卸坐 正要开口说话 便见行年进来 宫神说道 马骑 龙科多 还有李卫 田文静已经进来 主子见不见 雍正脸的笑容 吩咐 把炕桌撤掉 淡淡地说 交进吧 方先生 只管坐着 一时四人鱼贯而入 棋盘在东暖阁 炕前跪下行礼 马骑和方包是老朋友了 见方包坐在地侧 不便寒暄 只目光一扫 点头会议 算是打了招呼 其余三人 只看了方包一眼 便转脸静听雍正发话 都起来吧 马骑和舅舅赐座 雍正心绪 似乎变得很好 从容地下抗舒展了一下身子 笑对李威 哎呀 还缺一个孙家干 杨明石 他们来了没有啊 都在垂花门外跪着呢 主子要见 奴才 这就传他们进来 见雍正 点头无话 行年便退了出去 早见二人一前一后 跨进大殿驱舱行李 方包在底报上 早已经知道三大案的事 建传孙杨二人 便知雍正要结案 自己处在这种位置 自然是要时宜补缺的 但雍正事前并无商量 到时候该怎么说话呢 正字胡思乱想 雍正笑道 好嘛 三鹿诸侯都进了养金殿 今日算是个小梦金会了 李威 你是长总的 你先说说 咋 李威答应一声 从靴叶子里抽出一份折子 展开了 他不慎十字 上头有的地方画个人 有的地方画个瓜 区区连连的勾着几根藤 显得杂乱无章 但他记性极好 就这么一张鬼话胡适的折子 用眼瞄着 嘴说手笔 讲了半个多时辰 把诺敏亏空案 和柯成案说得一丝不爽 雍正听着 一句话也不差 低着头指示多不 直到李威说完 方皱眉问道 完了 是 完了 诺敏是什么处分呢 回万岁的话 腰斩 张庭路呢 遵万岁旨意 奴才和土里臣合议了一下 定为凌迟 雍正仰着脸 半上梅之声 回身盯着方包问道 先生 您看 陈以为都定得重了 诺敏一案 显而易见是山西通省官员 勾连作弊 诺敏身为主官 七盟军上 袒护属下 是有的 现既然不追究下属官员 诺敏量刑 似应稍稍从轻 既为山西官员 也为朝廷少存体面 臣以为 赐自尽为夷 张庭路一案 臣以为并未审明 朝廷为整齿立志 杀衣井百 从速处置 这个想法是好的 然而 纳会并非十恶大罪 与谋逆犯上 就是有别 定为凌迟 给子孙开了这个力 真要有称兵造反的 又该如何加刑呢 所以 至多定为腰斩 也就够了 方包话不多 却有画龙点睛的功效 少存体面 明指雍正刚刚表彰过诺敏 天下第一俯臣 不能让皇帝太下不来台 张庭路一案 更是背景重重 说这个并未审明 也真是一师重地 李卫心里雪亮 雍正心中也有数 见他开口 便曲化明晰 不禁暗自服气 龙科多听着 谋逆造反这些词 竟像是专为自己而设 不禁心头突突乱跳 马齐也约略知道 两岸戏中有戏 他叠经坎坷的人了 便不肯轻易开口 指孙家干扣了个头 更着脖子说道 万岁 方先生的书 陈自幼读过了他 想见其人 定是个伪丈夫 今日一见大师所望 案子既然并未审明 就该查个水落石出 然后分等次一律办理 怎么葫芦未提 就结案杀人呢 方包凝视了孙家干 半赏方笑道 后生小子 情法礼 有精有权 有清有重 有还有急 天地之大 稻藏之深 岂能用一把尺子来量啊 圣上取你的前法 又贬你的官职 你为什么不寻思一下 其中道理啊 雍正见孙家干 瞪着金鱼眼 还要反驳 声恐 他问出更难回答的 便白手制止了他 诺敏和张廷路 都是朕素日亲近的大臣 先帝晚年 常讲清水池塘不养鱼 要和光同尘 朕那时也不明其理 如今 储身其间 才真的体位了 老实说 佛心无处不慈悲 日头底下 朕连别人的头影 都避开不彩 怎么会轻易杀人呢 天下事到今日地步 不开杀戒不行啊 杀戒开得过大 像这样的巨案 二三百人人头落地 后世 视朕为何主啊 孙家干 天给你一颗人心 按这颗心 好生思寸圈 雍正不动声色 款款说完 又夺向田文静 半上方笑 老相识啦 记得当年你进京应试 黑风黄水殿 邂逅相逢的往事吗 田文静憋足了劲 向痛臣山西立志 搬到山西通省官员 出出胸中的恶气 料想雍正 必定垂寻自己意见 谁知雍正 却说起当年 在高家宴和李镇 同住贼殿的往事 不禁一争 这件事当时雍正有花 永不外泄的 因而田文静和同住一殿 玉庸正的礼服 多年来守口如瓶 连方包张婷玉这样的人 也都一字不小 怎么呼了巴 提起这件事呢 田文静思量万上 不得要理 忙扣头了 臣 焉感 虚于忘怀 万岁爷 龙前翻底 给予臣有生死骨肉之身恩 若非 脱皇上红服 二十年前 臣以花为灰烬 但臣 谨记万岁当年军狱 深藏于心 徐途报答 未敢在人前卖弄 君臣 济遇 难 为其难 所以不敢轻言济遇 朕当年 并未料到有今日 也并不指望你和礼服 报朕这个恩 君子爱人已得 朕 用人行政 出于公信 不指望 这些小巧小智 笼络人 但朕今日 旧话重提 时时看你是个有良心的 小的 望身报恩 不计厉害 只这一条 你照着坐下去 你就 受用不尽 礼服 是雍正 亲自点名 受了顺天府 大主考的 田文静 则是雍正 一登级 就派赴年庚遥军中 宣旨的 这两个人 礼服是正牌子 柯甲出身 田文静 好笑君上 在西朝 臣为之 钟爱先帝 在当今 臣则为之 钟爱圣上 士大夫 不以物喜 不以以悲 为此耿耿一心 而已 望身报恩一语 臣不敢当 方包听着 此人语中 多少有点 头人所好 历程练达 却也无懈可击 不仅点头微笑 插言道 功中能 三者兼备 难得这个田文静 确乎如此 雍正被这两个人 连连骚到养处 高兴得脸上放光 不枉了朕 一片苦心 想世上有多少人 多少事 凭朕一人一心 用格物质 知功夫 钟南提察完备 诺敏使朕亲信大臣 在山西 在京城 都是要风有风 要雨有雨的人物 你田文静 孤身入境 周遭皆地 偏能从不能入手处入手 不能进步处进步 招接情币 大败天下 这番捏杀成团手段 称个能字 当之无愧 方先生 概括得好 功中能 三字 可谓任用天下官员的 三字 真语 马骑 顺着雍正的话 一说的 声上这话 吉时 大凡一个人 受了朝廷厚恩 多少有点天良 都能讲究 体贴盛心 功与忠 并不难得 难就难在 既功 且忠 又能 三者兼备 天下百费代举 这样的能源 越多 越不嫌多呀 雍正点头探讨 是吗 像李位 多少事 不情止 说做就做了 因为他是成全自己 真的想为朝廷百姓效力 朕为什么 不肯成全他呢 成全了他 也就是成全了朕自己嘛 孙家干 你知道吗 朕为什么 不立即提拔你 先戳如你 才升你的官 就为朕 看你这个人 身带科甲习气 心里存了个名字 一有这个 未免就不能 全忠 全功 全能了 孙家干 却不甚福气 一边叩头成事 一边说道 喊万岁 只是祥明 雍正叮了他足有一时 见他毫无怯色 扑车一笑 那日赶你出养心殿 你想在前清门自禁 有的没的 有的 儿子受父母责罚 于是便自杀 欠父母于不辞 算是尽人子之道吗 不是 臣子受君上 汝辱 于是便轻生 欠君上 于不仁 算是尽臣子之道吗 不是 当此之时 一心要做师见忠臣 名标千古 竹伯荣身 那么养心殿里坐着的朕呢 天下后世将官朕 何等面目呢 话说到这份上 真有啼呼灌顶之笑 孙家干 红着脸 锅了一口唾沫 深深浮下头去 臣 一枝过了 雍正得意大笑 不要这样 朕自己 就是个孤臣出身的 不喜欢农博士 但也不要匹夫之勇之辈 朕为帝 先就要 功 忠 能 是 众人一起扶身叩头 臣等 临尊 圣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